现在我不是处女了 这份感情从不与性有关 不是因为她保守 也不是因为想把她留给认定要结婚的那个人 只是单纯的因为她没兴趣 当然这是她后来才明白的事 在朋友聚会上玩我有你没有的时候 我发现在场所有人都发生过性关系 唯独我放下了一根手指 他们诧异地看着我问 你不是谈了好几次恋爱吗 每个人的表情都像是在说 性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错过的事 而我也一脸迷惑 以为没发生过性关系 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实 他们又问 那你会主动要求摸男朋友吗 我还是摇摇头 接着有朋友说 你会不会是无性恋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 不过并不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对于性的感觉 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在没有谈恋爱之前 影视剧中的热恋情侣 构成了我对接吻和恋爱的全部想象 在我的认知中 两个人抱在一起 便停不下来 再分不开 好像情到深处去滚床单 乃天经地义 直到遇到我的初恋 他很高很帅 甚至有点像红锦鱼 但他在没有人的地方 与我接吻时 我察觉到自己毫不享受 也不会随着吻的深入 对他产生欲望 只觉得他像是要把我 整个人都吃掉 二十分钟的吻 对我来说 甚至比不上自习有趣 于是我绿绿想把他推开 不过他却以为 我在欲据还饮 便更加猛烈的要把我扑倒 最后我急了 贴了他一脚挣脱出来 像个真结的猎斧一样 恶狠狠地跟他说 你再这样我就把你淹了 就这样 我的初恋结束了 当时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只是以为我对他并没有那么喜欢 判定自己是为了有一个初恋 才去谈恋爱 不过在后来的约会里 这个结局没有变过 心爱的前奏往往没进行到一半 就被我以各种理由叫停 我当时明白 欲望会从感情中延伸出来 只是我向来无法感同身受 有次朋友组的局里 正好有我暗恋的男孩子 那晚我喝多了 接着酒精靠在他身上 吻了他 接着就是第二天 我一下子惊醒 发现竟然和他在同一张床上醒来 不过我看到前一天的衣服 还老老实实地在我俩身上后 松了口气 他也醒了 在旁边悠悠地说 没事 咱俩什么都没发生 你拉着我躺床上聊天 噼里啪啦说了一通 然后睡着了 朋友们都知道我喜欢他 事后给了我一个大白眼说 这么好的便宜 你竟然放着不占吗 我和那个男生默契地不提起此事 过了一阵 他朋友开玩笑地跟我说 你知道吗 这个男生见我在床上的无动于衷 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特没面子 我一直因为自己这样感到奇怪 也被对方感到奇怪 所以我甚至怀疑 自己真正喜欢的可能是女生 也会此时地去探索自己的现象 不过这段探索 嗯 以我的同性朋友觉得我过于诡异而告终 我也得出结论 自己对女生确实也没有什么性兴趣 我也怀疑过自己是性冷丹 或者性无能 不过做了妇科检查 发现自己很正常 性器官也有正常的反应 而且我其实有性欲 会DIY 但就是不想和别人进行性接触 我觉得自己很矛盾 直到接触了无性恋这个词 才大致明白了自己的情况 也了解到 无性恋可以正常体验到性快感 并且并不是没有性欲 只是无法在他人身上体会到性吸引力 有性需求的时候 喜欢通过自己解决 不过无性恋又不会耽误我追寻爱情 我也有了新的约会对象 有次和他住酒店对方想做出一些更亲密的举动时 我抬头看着他说 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可以看电影吗 所以我们依旧什么都没发生 我只是躺在他怀里看了场电影 不过有时我会转过头 静静地看向他那对有些内双 睫毛很长的眼睛 一看就是很久 他注意到我在看他时会过来亲我一下 再开玩笑地问是不是缠他的身子 但其实那些我都不在意 我只是想看着他的眼睛 后来我们聊起性这回事 他说会等到我准备好的时候 然后我问他 如果我不是没准备好 而是根本不喜欢呢 他先愣了一下 不过立刻转为出乎意料的体贴 那我只好自己帮自己解决了 和他在一起 我真真气气明白了 我所向往的接吻和拥抱的快乐 随着肌肤碰在一起 两个人可以在物理程度上达到最靠近彼此的距离 只要他和性爱无关 而是单纯地表达爱意 就足够让我觉得浪漫 最近一次去他家趁他做饭的功夫 我收拾了他乱糟糟的书桌 他看到后突然脱口而出 我们毕业一定要结婚好不好 我当时没吭声 但在心里默默答应了 看着他 我开始确定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人 现在我不是处女了 最近一次我主动跟他说 我们或许可以试一试 只是因为我希望我给他的开心 就能像他给我的一样多 尽管尝试过后我依旧没兴趣 没有办法提供给男友那种充满激情的性爱 但有人说性向是流动的 性向也是一个没有精确测量单位的词 所以现在 我也不想给自己下这样那样的定义 万一之后哪天就真香了呢 谢谢大家 我来的 我老子 我来的 我来的